为什么说宝马的钥匙比奔驰的做的好呢 继续往后看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把钥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把进水的武器钥匙带GSM功能的 它可以远程启动 那么我现在给钥匙拆开 SM卡取下来 这把钥匙呢 它是在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将钥匙和衣服一道扔进了洗衣机 洗完之后 这把钥匙就不开机了 拆开屏蔽罩之后发现主板腐蚀的不算严重 只是有些地方的 电容啊 包括ic腐蚀了 清洗完主板测量一下 也没有发现主板哪里有短络 现在我给它外接两根线 待会用稳压电源给它开机测试一下 现在单主板开机是正常的 那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显示屏 内脸座腐蚀还是比较严重的 我用刀片给它刮刮干净之后 开机测试 它是显示屏没有问题 也是正常能显示的 待会我打个电话 再来测试一下 远程启动 中间这个红色这个圈是吧 一直按着 启动了吗 啊 启动了 我听到声音了 再来回看一下之前修的奔驰钥匙 每一把钥匙基本上都是芯片摔断引脚 每一个都要刮半天修半天 跟宝马质量真的是相差很远 不管是宝马还是奔驰 它们都是我遥不可及的梦 好